那大家都知道 心脑血管疾病是健康的头号杀手 那道理相信大家都明白了 就是动脉周样硬化嘛 说白了就是这个血管壁上挂上油了 慢慢呢它就变窄了 变堵了 那这个油是怎么来的呢 那不就是血液里的脂肪多了吗 咱们今天去体检 都知道那个体检报告上 有个胆固醇啊 肝油三脂啊 它们一多呢 那再加上不注意抗氧化 那这个血液里的脂肪一多 然后一旦被氧化 好了 这就是伤害血管的利器了 那这个油呢 可就开始慢慢的挂在这个血管壁上 那就跟了那个下水道是一个道理 血管一堵 那不就把心脏和大脑的这个营养给阻断了吗 那再往后 心梗梗梗意外不就来了吗 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营养来改善呢 首先啊 您得了解 作为一个人 别说是有三高的人 还是没有三高的人 这个蛋白质和各种微生素矿物质呢 那都是一个最基本的基础营养素 那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的是 针对那个血脂的源头 你要怎么补充营养素 那这里面呢 你比如说就有像鱼油啊 茶黄素啊 这些可以调节血脂的营养素 而鱼油呢 主要是针对这个甘油三脂 它可以降低 同时呢 它还可以预防这个血液里的细胞啊 粘在一起 因为粘在一起 这不就是血栓的那个道理吗 那也很危险的 那另外呢 大家都知道 喝茶可以降血脂 其实啊 是因为这里面的茶黄素 它主要针对血浆里的胆固醇 可以降低血浆里的胆固醇 而且呢 最好的地方还在于说 这个茶黄素这个营养素呢 在降低胆固醇的同时 不会有任何的单独性 让您放心 好了 那既然大家都明白了 心脑血管的问题 前提是血液里的脂肪多了 那就明白了 想要解决它 就得首先把这个血脂问题解决掉 所以呢 您就明白 这个鱼油和茶黄素组合起来 一个对付甘油三指 一个对付胆固醇 强强联手 调节血脂 不就更有力了吗